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本《清单革命》 本书作者阿图·葛文德 世界知名外科医生 美国白宫健康政策顾问 对奥巴马一改政策产生重要影响 他是时代周刊评选出来的 《全球影响力100人》中唯一一位医生 我们喜欢马奖书 解读了他的两本书 《最好的告别》和《医术的经济》 阿图·葛文德写作《清单革命》 源于他本人的实践 他发现 不管医护人员的专业分工有多细致 培训再多 也难免会出现一些失误 就算是约翰或普京斯医院 也经常会出现静脉插管 感染这种不应该出现的情况 研究表明 至少一半的死亡病例 和严重的并发症是可以避免的 但为什么不能避免呢 葛文德找到了答案 工作中总有疏漏的地方 所以他提出了一套清单管理办法 以减少这些错误 清单是什么 简单来说 就是在一张纸上 写下一些要注意的事项 比如去超市之前要买些什么 以免错过 还有旅行指南 家庭作业表等等 这些简单的清单 已经悄悄地帮了 你很大的忙 清单在工作中的作用更大 就拿霍普京斯医院 关于减少静脉导管感染的清单来说 只有五条 一种是用肥皂洗手消毒 二是使用滤脊定消毒液消毒病人皮肤 三把无菌手术单覆盖在病人全身 四 戴衣用帽子 口罩 手套 手术服 五插入导管后 再插入点 用消毒纱布包扎 一年之内 霍普京斯医院感染率从10%降到了0 43例感染和8例死亡 为医院节省了200万美元 奇迹不仅发生在医疗行业 几乎所有的行业清单 如建筑 航空 金融投资 公共事务管理等等 都可以帮助我们避免错误和解决问题 难怪各大领域的大佬 都会站出来支持这本书 畅销书《引爆点》 作者马尔科·姆格拉德维尔认为 这份清单与当今世界的方方面面联系在一起 它的威力既惊人又发人深省 今天 我将以三个问题来解读本书的精华 第一个问题 清单是如何避免我们犯错的 第二道题 如何制作清单 第三点 如何确保有效地执行清单 首先 我要问的是第一点 要说清楚清单 避免犯错 先把错误分类 葛文德把错误分为无知和无能两类 所谓无知就是因为对某一方面的知识一无所知 比如美国总统华盛顿感冒发烧 医生用放血疗法放血 放血放血 导致华盛顿最终因缺血性休克死亡 那是1799年的事情 当时人们还不知道失血过多的危害 放血疗法被广泛采用 随着科学的进步 这种由于缺乏相应知识 而导致的错误已经大大减少 但探索新知识的道路是永无止境的 犯下无知的错误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还有一种完全可以避免的错误 格文德把这样的错误称为无能的错误 即你明明知道该做什么 却还是做错了 为什么会这样 格文德认为我们掌握的知识太多了 太复杂了 要正确安全稳定地驾驭他们 不是个人所能做到的 知识拯救了我们 却也让我们不堪重负 究其原因在于人类自身的两个特性 一方面 人的记忆力和注意力有限 你无法保证他们实时再现 大脑科学家的研究显示 人的大脑可以同时处理四件事情 以很多人的经验来看 虽然你可以一心四用 但是效率并不是很高 有时候甚至会出错 格文德统计了一下医院ICU里每天的情况 平均每个病人在24小时内 接受178项护理操作 每项操作都存在风险 对于医护人员来说 他们必须时刻保持高度的警觉和注意力 一个不小心就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医生和护士们虽然主观上不允许自己疏忽 但也经常会犯错 另一方面 经验丰富固然是好事 但有时候老手也会犯低级错误 这是因为自信会使你的大脑麻痹 从而错过一些重要的细节 比如某位登山高手 带着一队人做低难度的常规训练 一边跟队友聊天 一边抢救生生 显然 他并没有把这个熟悉的动作放在心上 结果绳结没打好 就掉下了山 总的来说 大脑有限的注意力和麻痹大意 是导致错误的主要原因 在葛文德看来 这份清单就是最好的选择 首先 清单就像是一个外挂一样 记录着关键的步骤 它们往往不复杂 却不可或缺 却常常被人忽略 无论你缺乏经验 过于自信 或者状态不佳 使用清单总是可以避免 因为遗漏关键步骤而犯错误 另一方面 清单是一种强制性的外力 虽然看起来很简单 但却可以让人更加谨慎 包括事先做好计划 事中和事后检查复盘 及时发现问题 并采取相应措施 以防患于未然 想一想 你是如何制定一个自驾游指南的 做攻略的时候 就要考虑到时间 费用 路线 时间和地点 以及各种突发情况的应对 在旅途中 你会根据这份攻略 来安排接下来的行程 有了它 你在未知的道路上 就能掌握更多的东西 省去很多麻烦 上面讲的是 如何用清单克服无能的错误 葛文德在本节阐述了 他对于人类错误的认识 在他看来 犯下的错误是不可饶恕的 人类有两个致命的弱点 那就是无能为力 而清单就是一剂良药 它可以帮助大脑 记住那些关键的地方 让你做出正确的计划和判断 明确了清单的工作原理后 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是 实践层面的清单 葛文德把世界问题分为简单问题 复杂问题和极端复杂问题三大类 所谓简单的问题 就是如何烤一块布朗尼蛋糕 一份菜谱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复杂的问题呢 你可以把这些问题 看成是一组简单的问题 简单的分解问题有相应的答案 但是没有直接的答案 复杂的问题往往是专业性强 分工复杂 步骤繁多 至于最复杂的问题 那就是结果的不确定性 葛文德很形象地解释了这一点 极端复杂的问题 比如养育孩子 因为个体的特殊性 性经验可以积累 但是如果用在其他孩子身上 就不一定了 比如 重症监护室里的医护人员 随时都有可能遇到非常复杂的问题 同一种细菌感染的肺炎患者 即使症状相同 医生给他们吃同样的抗生素 恢复情况也是天差地别 医护人员必须在任何时候 处理不可预见的情况 这三类问题的性质是清楚的 相应的清单策略也就清楚了 葛文德说 解决简单的问题需要执行清单 处理复杂的问题 要加上阶段性的检查清单 在极端复杂的问题上 必须加上沟通清单 那么执行清单是什么 就拿考单刀来说吧 你可以找到一份详细的食谱 然后按照上面的步骤去做 这个菜谱是厨房里的一份执行清单 下一步是检查清单 阶段性检查清单的目的在于 检查前期工作的执行情况 它能迫使我们 确认那些容易被忽略的环节 从某种意义上说 阶段性检查清单 类似于老师为学生设置的月考 期中考试 期末考试 各科老师会根据学习进度逐一梳理知识点 以便学生及时发现问题并及时不漏 你还可以在工作中设置这样的阶段测验 如果您的工作非常复杂 这份阶段性清单 还可以分成几个不同的主题 根据你的实际需要 清单应该包括哪些具体内容 总之 它的针对性很强 很容易被人忽略 葛文德认识几位投资人 他们把清单介绍给了他 其中一位基金大亨坚持用第三天清单分析公司 葛文德认为 这是一份不错的分期付款清单 大佬投资之前 都会对每一家公司过去十年的财务报表进行分析 确保分析结果不会有任何遗漏 所以基金大佬们都会制定一份详细的清单 当分析进行到第三天时 使用下面的清单来检查 比如第三天 这份清单上就有一条 那就是公司公布的重要股份变动信息 通过这个项目 投资者们发现 他们准备投资的一家公司高管 在向他们吹嘘公司的远景时 却悄悄地卖掉了手中的股票 意识到这一点后 基金大佬及时收手 这才逃过一劫 总结一下 阶段性检查清单 就是一份清单 确保某一阶段或某一方面的工作 都能顺利完成 当你处理一些复杂的工作时 你需要制定这样的清单 下面再看一下沟通列表 所谓交流清单 就是强制人们在某一特定时间点 对某一问题进行沟通的详细信息 灵感来自于葛文德 对工地现场的实地考察 在工程指挥部 他看到的不仅是常规的施工进度表 还有一张巨大的图表 被工程师们称为建议时间表 这份清单上并没有详细的施工任务 而是详细的交流任务 时间安排 讨论的内容 以及参与讨论的人 这份清单使大楼建设者能够制度化地进行沟通 不仅提高了协调效率 而且可以提早发现潜在风险并采取干预措施 葛文德讲述了一次抢救过程中的惊险 病人刚来医院时 腹部有一道五公分长的刀口 血压 脉搏 呼吸平稳 意识清醒 医护人员初步检查后认为 问题不大 但是 在进一步的治疗过程中 病人的病情急剧恶化 心跳加速 翻白眼 失去知觉 医生打开病人的腹腔 鲜血喷涌而出 一条深达三十厘米的伤口 穿透了主动脉 这样的伤口 即使是见惯了刀伤的医生 也很少见到 事实上 事故是由刺刀造成的 但在接诊病人时 没人问是什么器械造成的 试想一下 如果医护人员知道 这道伤口是刺刀造成的 他们绝不会认为 这只是一道小伤口 而是一种 可以预见到 内脏损伤的处理方法 那么 第一个问题 就到这里吧 在本节 葛文德阐述了清单 如何帮助人类 克服无能的错误 清单可以帮助大脑 记住那些 容易被忽视的关键环节 并且强迫你进行 严格的计划和检查 清单针对人类 面临的三大类问题 均有相应的解决方案 下面我们来讨论 第二个问题 如何制作一个 有效的清单 首先 我们来谈谈 谁制定了这个清单 我们是否需要 学习制定清单 事实上 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自己的清单 生活中的购物清单 家宴菜单 旅游指南等等 难道我们每个人 都需要这些东西吗 在工作中 即使你只是一名 基层员工 你也需要有一个 清晰的日程表 来帮助你 提高工作表现 如果你已经在某个 级别的管理岗位上了 那么这个清单本身 可能会成为 你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 因此 学习制定一份 有效的清单 是非常必要的 下面我正式开始讲解 如何制作一个 有效的清单 这里的制作 分为宏观和微观 两个层面 从微观层面讲 就是要制定一个 具体的清单 宏观层面上 指的是一个体系结构 来处理复杂的工作 我们将分别介绍 先从微观层面来说吧 虽然每个人 每个行业要处理的具体问题千差万别 但是葛文德认为 有效清单还是有共同点的 它们有三个特点 一个是精准 一个是实用 一个是不断完善 首先来说说第一点 准确 所谓的精准 就是能够从繁杂的事物中 找出最本质 最关键的东西 准确的第一步 就是找出关键点 第二步 把事情说清楚 有可行性 举个例子 你要做一道泰式凤爪 关键在哪 当然 这和泡椒凤爪的配料不同 这里的泡椒 应该换成泰式辣酱 同样重要的是 每一种材料的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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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能保证泰式口味的正宗 问题在于 我们制定的清单 往往要比一份菜谱复杂得多 而且 关键点 也不容易掌握 葛文德 引用了一项旨在 降低巴基斯坦卡拉奇 平民区儿童死亡率的研究报告 造成儿童死亡率高的原因很多 市政设施差 居民文化水平低 政治不稳定等等 所有人都期待着 一场自上而下的大变革 但参与其中的一位年轻人 却提出了一项微不足道的建议 向平民窟免费发放香皂 并鼓励人们 在六种情况下使用香皂 洗澡前 做饭前 吃饭前 便后 擦拭婴儿时 给别人喂食之前 一段时间之后 结果是令人鼓舞的 尽管平民区的条件依然很差 但使用肥皂的地区儿童腹泻发病率 和肺炎发病率 分别下降了52个百分点 和48个百分点 龙泡疹发病率下降了35% 这份成功清单非常符合要求 第一 一针见血 相比于改善试证设施 发放香皂才是最有效的 第二 简单易学 提炼六种使用香皂所必须的场景 使读者易于理解 易于上手 接下来 我们谈一下有效清单的第二个特点 即实用 想想 那些紧急情况下的飞行员 他们最需要的处理清单 最好不要超过一页 字体要清晰 尺寸要大 即使没有这么极端的情况下 一份过于冗长的清单 也会让人失去耐心 甚至有可能树枝高格 为了让清单更实用 葛文德提醒制作人员 制作清单一定要简洁 事实上 找到关键点的清单 可以做到非常简洁 不是关键 就是舍弃 此外 该清单使用使用者熟悉的专业语言 并使用清晰的字体 有效清单的第三大特点是 适时调整 常用常新 想要让这份清单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就必须不断地完善 有效清单不能一蹴而就 必须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 比方说 波音每年都要发布超过100个新的航班清单 这些航班要么是全新的 要么是新的 手术室里的安全清单也是如此 一线医护人员在发现问题后 会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 简单来说 这份清单并不是计划好的 而是一种进化 至此 如何在微观层面上制作一个有效的清单 就已经说完了 一份有效的清单 必须能够在繁杂的事物中 准确地定位到那些最本质 最关键的要点 一个有效的清单应该足够实用 便于用户使用 即使是在极端的情况下 另外 有效清单要适时调整 常用常新 下面 我们将解释 如何在宏观层面上建立有效的清单 及一个科学的体系 来处理复杂的工作 一项复杂的工作 往往需要大量的清单 因此 在合适的节点使用合适的清单 是非常重要的 这涉及到 清单体系的体系结构 明确哪些工作需要设置 哪些阶段正在进行 哪些清单应该启用等等 总而言之 确保在适当的时间使用清单 是制作清单的重要内容 比如儿童在手术前注射抗生素 有60分钟的窗口期 这样可以降低术后感染的风险 但是什么时候检查呢 因此 儿童手术检查清单中 必须包含抗生素注射检查 并注明检查节点 确保使用节点准确有效 本书介绍的点是 线性式和激发式三种设计清单体系结构 请注意 这三种体系结构既可以单独使用 也可以嵌套使用 实际上 如果您的工作非常复杂 您通常需要使用多种技巧 来设计清单体系结构 首先来说说第一点布局 如果一项复杂的工作可以分解为若干独立的分项工作 那么就可以针对每项工作分别采用不同的分项 几点式布局 飞行员使用的飞行手册是典型的点式布局 飞行手册通常有200页后 但是飞行员不必翻阅所有的飞行手册 手册上只有两三页飞机正常情况下的清单 其他的都是各种情况下的应对措施 比如起落架失灵 机舱着火 副机长不能操作等等 只有当飞行员遇到相应的情况时 才会使用它 建筑施工清单还需要点式布局 因为一座建筑往往涉及到16个行业 比如结构 安全 电路建设 内外装修等等 第二个清单结构是线性布局 即根据工作流程不同的时间间隔 设置相应的清单 一般来说 手术安全检查清单都是线性布局 麻醉前 手术前 术后离开手术室前都有三个检查点 不同的检查点包括过敏室 抗生素 麻醉设备等等 在医生切开患者皮肤之前 医生就开始了对儿童术前注射抗生素的检查 建筑工地的清单结构设置也需要线性布局 比如说室内和室外的装修 一定要等主体结构建设到一定程度才能启动 清单的第三个体系结构是激发式布局 就是设定一个条件 一旦有什么情况发生 他就会采取相应的行动 葛文德给出了一个非常巧妙的点子 著名的摇滚音乐家大卫李罗斯在他的巡演合同中肯定有这样一条 那就是在后台化妆间里必须放一碗MMS巧克力豆 里面不能有一颗棕色的巧克力豆 如果组织者不能做到这一点 演唱会就会取消 主办方还要赔偿乐队的损失 这不是明星耍大牌 而是罗斯为了保证演唱会的安全 因为合同上有太多的附件 还有很多的安装细节 巧克力豆的条款 就是为了帮助罗斯确认 一旦发现 那颗棕色巧克力豆不该出现在现场 那就说民主办方 并没有看完合同上的所有安装细节 这种方法屡实不爽 因为每一次罗斯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 比如舞台门不够大 导致无法通过 至少有一次罗斯因为发现了巧克力豆 而取消演唱会 因为他们发现 舞台的负重不够 演到一半的时候 舞台就会塌下来 好吧 从宏观上讲 有效的清单是怎么制定的 完善科学的清单体系 可以保证在正确的节点上 使用正确的清单 葛文德介绍了点是 线性式和激发式三种清单体系结构 这三种方法可单独使用或嵌套使用 到这里 本书的第二部分 讲完了如何制定一个有效的清单 在微观层面上 一份清单必须准确 实用 并且要适时调整 从宏观上讲 要有一个科学的体系 第三 如何保证有效的执行清单 现在 你已经了解了清单的工作原理 和制作清单的方法 但是离真正发挥作用 还有一步之遥 那就是把它付诸实践 葛文德认为 要迈出这一步并不容易 从葛文德的推广经验来看 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虽然大家都看到了清单的作用 但他发现 很多人都不愿意使用清单 这是其他领域的普遍现象 葛文德 曾经问过一位投资领域的朋友 你周围有多少人在使用这个清单 他的朋友回答说不多 葛文德发现 造成人们执行不能合一的原因 主要有两个方面 个人层面和制度层面 在个人层面 人们会认为清单 是对他们权威的挑战 限制了他们的创造力 另一方面 人们总是抱着侥幸心理 认为我怎么会犯 这种低级错误呢 制度层面缺乏相应的外部强制力量 将导致清单数之高格 同时在操作层面上过分强调层级 也会使清单的执行流于形式 针对个人层面的问题 葛文德认为 要解决这一问题 必须实现观念更新迭代 认清自身的局限 并以谦卑的姿态面对清单 在执行清单的最佳飞行员中 即使是经验丰富的飞行员 也会像一个新手一样 一板一眼地执行着清单上的操作 当然了 因为不确定因素 想要保证清单的执行 就必须要有制度上的约束 葛文德认为 这种约束来自于两个方面 一是把清单操作纳入必要的管理制度 使清单操作由上而下 第二 在具体实施层面上 要全力下放 这是本书中 葛文德所讲到的最后一点 全力下放指的是 当一个团队 共同执行一项清单时 由谁来领导 谁的级别最高 谁的能力最强 没有 在葛文德看来 这个人绝对不是最合适的人选 而是团队里的其他成员 事实上 葛文德曾经想过 手术室里的主刀医生 应该是主刀医生才对 毕竟 主刀医生才有这样的权威和能力 但是航空公司的经历 使他改变了这种看法 在航空业 并非机长负责启动检查程序 而是由当时没有直接操作飞机的人员负责 第一个原因是机长可能因为忙于各种操作 而不方便执行清单检查程序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 就是这种权力下放 传递出了一个重要信息 那就是飞行安全并不只是机长一人的事 所有人都要负起责任 每个人都有权质疑飞行操作 借鉴这种做法 葛文德决定让巡回护士进行手术安全检查 如果护士不把盖在手术器械上的盖子揭开 主刀医生就无权开始手术 而约翰或普京寺医院的管理人员授权护士 一旦发现医生不按单子操作 就可以随时叫停手术 好了 第三个问题 关于如何保证有效的执行清单 就讲到这里了 一方面 它需要执行者改变观念 真正相信清单的威力 另一方面 管理者必须设计出一套合理的制度架构 让每个人都能真正负起责任 现在 我已经将清单革命的精华解读完毕 毫无疑问 阿图葛文德给清单赋予了神圣的责任 一份简洁高效的清单 与针对不同问题的清单策略相结合 可以大大降低人们 在面对复杂情况时的无助和挫败感 事实上 清单不只是一张纸 而是一种强大的思维工具 有了这个清单 你就能优雅地保持正确的工作姿势 即使情况超出了你的能力范围 好吧 这本清单革命的书就到这里了 下期再见